相机的 万茂总裁唐景行 将与本周六孕神秘女友订婚 秘初夏 进了大公司就是不一样 连工作服都是西装的 等我哪天升职了 还给我配车呢 人家不止工作好 还有个舍得给他花钱的女朋友 咱咋就没这个命啊 就那小白兔啊 摸都不让摸一下 我要不捞点钱多亏啊 少男女路 你这剧能排第一 老同学 王渣 你女朋友都要和我猫总裁订婚了 你家还在外面赌 没出家订婚了 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知道 你天天在想往什么 我这不是在外面挣点小钱呢 现在我有个赚大钱的机会 你要不要 你想什么 好好好 就按你说的做啊 好 奶奶的评论还是那么妥 又让我想起另外方向的清晰 我美就好了 一般美 没品 感谢大家先来参加唐景晴先生 和秘初夏女士的订婚女士 小鱼 小鱼 看你把人笑多久 好 下面有请二位交换订婚戒指 有请 是 我以为会是个鸽子蛋 没想到是MS蛋 道具而已挑三拣四的 当我结婚的时候 当然会买一个鸽子蛋 不知道哪家倒霉姑娘会嫁给你 反正不是 好 那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条 有请我们的准新郎 亲吻 准新娘 鸡鸡鸡鸡鸡鸡鸡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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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没想到唐总还挺有当偶像剧男主角的潜质 你配合得不错 可惜不会是女主角 好 下面我宣布 酒宴 开始 不是配合果军吗 不好意思啊 视觉上怎么会有这么相似的两个人 初夏 其实我今天找你 是想求您把景星还给我 把景星还给你 什么意思啊 唐景星是我男朋友 那天我临时有事 才错把我们俩的房卡给了你 初夏 我真的很爱她 你不是有赵杰凯了吗 你把景星还给我 好吗 所以那天你说你要送给我和杰凯的礼物 房间里却是唐景星 是因为你拿错了房卡 他本来就只有一张房卡 怎么可能拿错 不是 万贸展台模特 林晓东相见 信信任 你冒充我女朋友的事情暂且放一边 你先来解释一下 当天晚上酒店的监控视频 他本来就只有ING 这 解开 初夏 我公司有点急事 我得先走 你别急 我马上就回来 杰凯 希望下次带艾雷克先生设计的项链 不是一时拍模特的身份 而是主模特 我希望 那就期待艾雷克先生 为弯猫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给你送 生日礼物 给我下药 提前订好房间 你铺垫这一切 却把自己的闺蜜推到了我的床上 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小彤 这都是误会对吗 你说话呀 没有误会 你那天会和唐锦芯睡在一起 都是我设计的 小彤 那天每个环节我都安排好 可是我突然间到着 帮高定走秀的旧场邀请 这种机会能降临在我这种小摩托身上 是老天在帮我 如果我能拿下这个资源 我以后在摩托圈就不再只是 急急无名了 我也能和锦芯更完美 所以你把我送到那个房间 我也是你设计的一环 那时候他已经喝下那些药 我不想让他随随便便找个人谢我 你很干净 又有男朋友 我料定你事后不会跟我争强些什么 甚至都不会知道是我错的 所以我才让他替我去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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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彤 我是真心把你当朋友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为什么要欺骗我 利用我 你除下 你别得了贫义还卖乖了 你今天所享受的一切本该是我的 你要是不想要的话 还给我 林小姐 请注意你的用词 我从来没有属于过你 你也没有立场决定我的归属 可是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会外貌站台三年了 我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 难道我追求我喜欢的人也是错的吗 林小彤 我们的友情结束了 如果你不想让自己太难看的话 你就别闹吗 庞晴晴 你宁愿娶蜜出现 这样一个平庸的女人 你也不愿意看看我吗 林小姐 如果你当初没有动那些歪心思 那至少现在你还是 万贸的御用模特 但我现在告诉你 你已经被万贸奖约了 我为了你 为了万贸我做了 这个屁 放开这么快玩 如果你继续发疯 我就把视频全部发到网上 到时候你想都好 我都帮你 保安 晴晴 我错了 你请我说你原谅我 你请我解释 戴上 林小姐 请你离开 自己会走 梅初夏 我要为我之前对你说的那些话 向你道歉 我之前误会你们两个新人条 但看到视频之后 才发现你也是受害者 那我也要为说你是无理男 说对不起 看到一个女人为了接近你 能如此不择手段 我就明白你那天 为什么会那么生气了 看来当一个年轻有为的商界才俊 不比当明星轻松啊 在外人看来啊 我是含着金汤池出声的 天生富贵面 但我也是从机枪一步步走到今天 在那那些照片 给我安上了一个风流浪子的标签 差点就葬送了爷爷 创建四十多年以来的家业 所以我不得不私自占用你几个月的时间 陪我把这段时间熬过去 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 让我给你一个安慰的拥抱吧 收费吗 咱们都算是共患奈的交情了 就当我这个小员工给你当老板的福利 多好的孙子呀 你占我便宜啊 我是替奶奶说的 我也给你准备了个惊喜 但也可能是青夏 什么呀 你前男友来了 杰凯 别冲动 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赵洁凯 你给我问林郑脱桃是吧 你知不知道 你已经错过了最好的事迹 我改变战术了 你女朋友跟别的男人订婚了 你竟然还笑得出来 我重申一次啊 密初夏是我的前女友 你什么意思 唐景星要给我一大笔分手费 赵先生 请您出来一下 搞什么呀神神秘秘的 赵先生 我能猜到你今天来这里的目的 但为了彼此的隐秘 我给你准备了Plan B 一笔足以让你满意的分手费 但毕竟你我之前并不了解 也没有彼此建立新人的机会 所以 为了订婚宴的顺利进行 我将在宴会结束后联系你 当然 如果赵先生不听取我的意见 同时你也想好了如何收场 请随意 王景星可以啊 他怎么着我不想什么 你把视频发我一个 万一你们解来怎么办 哎 你个臭抛腿的 一笔足以让我满意的分手费 奢侈笔集团公司的大老板 肯定不会亏待我 牺牲秘出下 还我十几年不用奋斗 值了 要免得要 尽头 除了 请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身为男人就这么坦然接受了 这么没情绪的女人我早也腻了 她女行能接受我也算是解脱了 我要是有了钱什么女人没有 赵洁凯 你出现啊你疯了 赵洁凯 你爱过我吗 你欠了那么多高利贷害得我全家被危险 我每天打那么多份工都不够还就仗着我喜欢你觉得我就无所谓对吗 你和你家人关系本来就不好 高利贷去收房子 这不就是你家人对你的补偿 我从未被骗我想吗 我这么努力就是为了未来以后啊 你规划的未来里有我吗 你属下 你现在前途一片光明 这是我成全的你 你觉得如果我刚才闹场子的话 他已经会用你呢 这就是我给你的未来 你得感谢我你 谢谢你 让我看起这些垃圾 去车里先休息一下吧 这边我来处理 放心 我知道怎么做 我是你 如你所见 我已经跟密度下平行关系了 你什么意思 不验书吗 一份是你盗用密出下的名义 给你做担保人的欠条 上面手印都是你的吧 另一份是你三天前 刚刚欠下的赌债 一共一百四十五 不出意外的话 袁健现在刚好送到你的公司 那钱 你耍我 要怪就怪你做人太愚蠢 才给了我耍你的机会 好 你这么对我 我玩不过你 你就不怕我找密度下的麻烦 微信 那我只好送你去踩防刃机了 好 那你这样 算了 这件事情就这么过了 我保证 不会找你 我命运下的麻烦 求你 那我可以帮你 怎么又回来了 怕我打他 怕你不打他 有个吃大餐的机会 不知道你想不想抓住 谁买的 你老板呀 那我要喝酒 喝好酒 喝了酒你能管住你自己吗 上次又不是我一个人酒后乱世 你有份好吗 走吧 跟上 我的大腰子 我的口肥肠 我的长重宝 我的榴莲蛋糕 我活过来了 这就是你说的大餐呀 你知道为了减肥 我有多想吃这一口吗 没想到你喜欢吃榴莲蛋糕 那一次啊和 老鼠肉 哪有老鼠肉 你手上这个 你不肯歇没啊 逗你的 那你吃 我 我 你不能吃 这小便 你喝咸 我 那你愚蠢 我 看你 你不肯 我 做一个聪明绝顶的霸道总裁 怎么撸个串 笨手笨脚的 给你 我 你胆子有点肥啊你今天 你这么大一个总裁为了安慰我 还要吃这些你也不爱吃的东西 我当然很感动啊 少给自己点上贴金 我哪有贴金啊 本来我就很美 好吧 咱们这要是在演武相剧啊 咱们无脑的这种台词 别人肯定会吐槽死 不 作为资深偶像剧美少女观众 我就喜欢看小情侣吵吵闹闹 这叫做有爱 而且接地气 行 静 资深美少女观众 静 资深偶像剧非目标用户 我 肯定会是 看小情侣吵闹 可是我之后的 我要把他们两个传成传 稍后升起东京大列骨 你叫东飞大列骨 赵洁凯 我实验瞎了才会喜欢你 鬼迷心跳了才会想把自己交给你 幸亏那天晚上不是你 不然就太有恶心了 你这个王八蛋 吃女人太可怕 是他们要的什么爱情 我要做女强人 我要赚很多很多钱 多大可以收购万贸那么多钱 秘书家你都真甜 噓 秘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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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狗 秘书家 老板 你们家朱大厂没靠手啊 你住下你属狗的吗你 你住下 你住下 属狗的吗你 只是爱情吗 惹得不香啊 只要就是迷惘了 心跳蹦蹦 只是爱情吗 像在梦里一样 旋转的木马 心情开门鲜花 世界总在前边 活着玩花艾斯蝴蝶悄然 融化 想 暧昧又时差 不需要问指甲 就 让这样的你永远 伴着我开马 就问喜剧吧 连心无非的人说不到 我没吵架 像两个傻瓜 请一下 就做吧 弄吧 笑吧 爱吧 相爱 没有时差 不需要问真假 就 让这样的你永远 伴着我 可以吗 就问喜剧话 像两个傻瓜 请一下 就做吧 弄吧 笑吧 爱吧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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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大小 别唱了 你的鼻子为什么那么长 大小大小大小 小心 你好可爱呀 闯入黑暗中心 一火森林车 为重视之地 存在黑色世界的我能否可依 成为你瞳孔里取交的唯一 一火森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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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火森林车 有时间 你瞳孔 有时间 你瞳孔 你瞳孔 我给你瞳孔 我不能碰孔 我不能碰孔 我一定碰孔 你瞳孔 我凳孔 我先说了 哎 我完全美 我看我 我不算过 你瞳孔 你瞳孔 唐靖晴 你一大早的神神秘密地干什么 吐好痛 你昨天晚上买的该不会是假酒吧 假酒 你喝那一口我盯你一周公子 没品味 何约我补充了一条 在桌子上 你自己看 合约期内乙方觅初夏除了甲方在场时间 不得擅自饮酒 为什么 昨天晚上喝醉了你该不会 是你 你看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们该不会打架了吧 我保证 谨遵唐靖晴先生的禁酒令 唐靖晴 唐靖晴 你叫挺胜口啊 秘初夏 是不是昨晚那顿酒全怪你胆子里了 从今天开始 我不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卑微秘初夏 请叫我扭护路初夏 我们 是站在同一条战线的同志 一起走向人生巅峰的合作果败 说人话 从现在开始我要专心搞事业 做一个让他们高攀不起的女强人 没有因为失了恋就一蹶不振 还不错 唐总 谢谢你 昨天还是帮了我很多的 其实你只是嘴巴毒 内心还是很温暖的 那算一张好人卡了 算小红花 你还不错了吗 自恋 我们现在都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了 总不能那么客套吧 不过在公司我一定会公私分明 唐总至上 请唐总放心 随你吧 今天周一再不赶紧醒书了 等一下自己挤地铁 老板你是要带我去公司吗 还废话 龙王队 我很快 老板你好 还是叫我初夏就好了 这个称呼我不太习惯 好的 怎么来得这么早啊 昨天不是刚办完订婚宴吗 怎么不多休息一下 就是啊 都是老板娘了 还用得着什么磕守规矩吗 既然是来公司上班 肯定要遵守规矩啊 真是话不要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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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话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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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 主管 老 老板娘 我今天没什么工作安排 你看要不要 我帮你做点什么 要不你把咱们门店的 伤心情况整理一下 好呀 好呀 挺简单的 好 这间公司在挑选担人 营销部人手不够 需要大家帮忙整理一下资料 你们是有空啊 呃 大家直接看一下有时间啊 我最近在准备下季度的 新品设计稿真的没时间 我这边也忙得不行 每天还要加班 实在是没有额外的精力了 不好意思 最近能有空 不会特别特别猛 我有空 要不我试试吧 老板娘 这不太合适吧 我可以的 那就辛苦你了 这上面呢 这上面呢是箱单 你按照上面弄就行 保证完成任务 啊 啊 啊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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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 你要是遇到任何问题 随时找我 虽然说我可能也比较猛 但我一定会照时间帮你的 嗯 嗯 他要是没空我 网着我也可以 谢谢你们 哎 哎 你说这个秘初夏 放着总裁夫人的好日子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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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得来上班 除什么呀 他现在呀就是个未婚妻 总得找个机会证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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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一直当个花瓶 哪天没换她了都不知道 哪天没换她了都不知道 是 走以那种从基层就跟着 唐总的心腹 没想到是个刚毕业的 黄毛丫头 就这么个黄毛丫头 除了会媚活男人 还能干什么呀 嗯 一想到我还要给她收拾烂摊子 不是皱纹都出来了 她那么爱出风头 以后肯定要回到唐总身边的 你担心得太早了 哪个狠角色会为了赚钱 在这里累死累活的 秘书下 加油 好好干 证明自己不是个花瓶 花瓶 说明他们觉得 我还是挺好看的 大家好 叫我老板娘就好了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总裁夫人 叫我妹总就好了 算你们有演过 不够时间 顾我思考 没能跳到肃胆 也只能治好 爱的誓言 总是更多过天 我们都不熟练 别做抹着火焰 下过雨 再肩肝蜒蜒 淋过雨 再肩肝肝心 我和你 没什么秘密 都不定 刚好算默契 翻山越岭 走着一场风景 太好有你给我爱的指引 太好有你给我爱的指引 在你眼里 我又见过匿名 在你眼里我又见过匿名 脆弱时候告诉我爱不担心 不够时间 你只有你 让我看 偶尔 我和你 一场风景 在你眼里我又见过匿名 太好有你给我爱的指引 在你眼里我又见过匿名 脆弱时候告诉我爱不担心 你 不够时间 你 好 我 我 我 你 我今晚加班少打卡一天 给奶奶没关系了 我今晚加班少打卡一天 给奶奶没关系了 秘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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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班嫁到夜不归宿 你晚了 来 做完了 这个地方完成得不错 下次再画个方案啊 好嘞 初夏 资料整理得怎么样了 都整理好了 我现在传给你 好 记得那个步骤再好好处理一下 好的 我找一下 等一等一下 我明明就放在桌面上了 你再仔细找找 嗯 初夏 你真的整理好了吗 可别耽误总监的工作呀 我真的就放在桌面上了 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总监 实在不好意思 初夏毕竟是个新人 要不我换一个人给你再整理一下 不必了 现在再做也晚了 我还是自己做 我 我 我真的都整理好了 我相信你 你也别难过 不过 你做也不一定做得合格 是不是 诶 这个中间 初夏 初夏 愣着干嘛 叫医生 诶 真是个细琴 唐总一来就倒了 这什么狗邪剧性 一手下后脑上是长眼睛了嘛 也太会帅了吧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电脑在这儿 我检查了 真的没有这些资料 你们职场游戏怎么玩 我从不插手 当你生日部门主管 心里总要有个痛 我会管好下面的人 别只盯着下面人看 上梁端正下梁才能不走外路 是 是 唐总教会的事 那我先去工作了 医生 怎么样 唐总 蜜小姐睡眠不足 而且还有滴血糖 我已经给她输过药了 辛苦了 好 我怎么会睡在这里啊 夜不归宋佳戴心睡觉 真有你的呀 蜜初霞 我昨天晚上加班都太晚了 我怕迟到所以就睡公司了 你是觉得万茂离开 你就转不动了吗 还是你想能拼命三郎啊 我不是刚接手还不熟练吗 对了 我的文件 我的电脑 自己看看去吧 我的资料 被删掉的资料 我已经找回来了 下次记得 离开工卫时 记得锁平 唐总 我没发现你还要当 IT男的潜质啊 看你头发这么茂盛 我都没看出来 能力越强的人越低调 所以 你对我的崇拜 需要克制一点 唐总 YYDS 什么YDS 永远单身 你 你祈祷自己别异语成衬 从明天开始 你调到总裁办 当我的私人特助 年薪翻倍 年底十六薪 我已经交代好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唐总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少臭美了 我是怕你穿帮 把你留在身边可以好好监督 那我去当你的总裁特助 周易姐怎么办呢 他已经被开除了 为什么 在我的亲自监督下 想要查出对你的资料做手脚的人 只需要五分钟 可是 周易姐为什么会删我的资料呢 身在职场 需要多长一只眼睛 防人置信不靠我 多亏了密出下资料 我们对姜志希 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估监测 结果 推荐合作 好 你去通知法务部你一下合同 散会 我本子呢 好 唐总 我有些工作的事要跟您汇报 你现在有空吗 你是 我是营销部的实习生千千 等签下张主席之后有活动 可不可以多带带我呀 我想跟唐总多学习学习呢 可不可以吗 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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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吗 可不可以吗 唐总 唐总 可不可以吗 唐总 唐总 老公 会议还没结束啊 爸爸娘 不是说等下带人家去吃兔兔吗 兔兔 嗯 营销部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需要你一个实习生 占用总裁的时间 跨及汇报 那个 菲菲 是千千 不重要 你的工作内容 直接找直属领导讨论就可以了 老婆 想好去哪儿吃了吗 那我先去忙了 哎 阮气不错呀 哎 男人钱财 替人挡桃花 这是作为总裁特助的份内知识 哎 那个 你今天说话的语气 可以继续保持 不 一页范围之外 那是另外的价钱 我加钱 你升级服务 我才不会为了钱 出卖我豪放的灵魂 那加倍呢 前辈 前辈 刚刚会上这个 我有点没有听懂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就是选几个热搜话题 所以热搜都是我们做出来的 对啊 不然你以为了 就是我们平时会找一些热搜 然后挂到上面 那有什么以后我不会的 我可以找你帮忙吗 可以啊 随时可以过来问我 交给你们部门的任务完成了吗 还有闲工夫在这里教别人 那我先 先去忙了 唐总 刚刚会议我也在 有什么事我不能帮你切断的 我又不像刚刚那个同事一样 连这种问题都要麻烦唐总 亲自解决 你凶我 你凶我 吃醋了 咱们俩在公司 还是要尽量保持距离的 以后这种秀恩爱的戏份 是要尽量避免的 这种爱吃醋的柠檬惊人设 在一些特殊的场合 由我来扮演就好了 你 不适合 谁吃醋了 我说秘初夏 你是不是开始为合约结束提前做准备了 来 来 来 你窝窃到哪个了 我帮你把把关 那个穿白衬衫的好像是营销部的 他好像可以啊 那个黑衣服的是不是新来的呀 看着也还不错 以方违背合约期内 与其他异性保持距离的条约 扣钱 唐总 我错了 我以后保证眼睛与植入唐总 为唐总马属实战 把这句话刻在脑子里 对了 唐总 您等会儿还有一个日程 有个人要见 谁 牧师集团CEO 牧怀锦 唐总 这次来 我是想要点万贸 录注牧师的电商平台 不好意思啊 是 是 是 怎么会有 这么羡慕的两个人 不愧是电商翘楚 牟总果然有备而来 谭总过誉了 蜜小姐 你肯定经常网上购物吧 不知道你对我的想法 有什么看法 我 我不太懂这些 白领阶层的年轻群体 也是万贸未来的目标用户 我也想听听你的想法 像我这样有一点 消费敏感体质的用户 确实会产生 对奢侈品想要的渴望 但又会害怕走进实体店 产生止光不买的尴尬 在我们做温君调查的时候 确实发现有很多消费者 存在这样的顾虑 但网购就会大大解决 这样的问题 说不定也可以提高销售量呢 是的 网店的存在 可以解决实体店 未能设计的地区 消费者植购困难的问题 也能最大程度 拓展消费者群体 没错 没错 莫总的诚意和专业 确实令我心动 入住牧师的建议 我会慎重考虑 感谢你的邀请 那我就今后加音了 希望下次 可以邀请二位去牧师做作 蜜小姐 你一定要来哦 好啊 好啊 牧总 那我送你吧 没想到蜜小姐 竟然在万茂上班 我以为 以为我会在家做一个 温柔娴淑的协内助 嗯 我认识的总裁夫人 多数都是这个总裁 我倒是没有觉得 做全职太太不好 只是工作会让我 比较有安全感 蜜小姐果然与众不同 我就是闲不住 蜜小姐 你之前 有去过云京吗 云京 没有啊 怎么突然这么问 没什么 就是对蜜小姐 有一种一见入故的感觉 可能因为我比较大众脸吧 那我就送你到这儿了 我先去忙了 好 辛苦你了 若鱼 慕怀姐 你还在幻想什么 你还在幻想什么呀 什么事 姜芷熙资源降价千日 今天工作安排如下 下午一点去牧师谈旗舰店 线上运营细节 晚上有一个和姜芷熙的签约采访 需要唐总代表外贸亲自参加 结束后 这一间呢会称得你的肤色比较白 上镜一定很好看 我脸上有东西 来 我脸上有东西 那个没有 只是觉得你还挺适合当特助的 工作状态不错 原来你这个表情不是在找茬 是在表示对我的崇拜啊 自恋之不算工伤 自己花钱吃 唐总难得表扬我一下 我当然要骄傲一点啦 自己穿衣服啊 我走了 这个芥末茶酥啊 记得花若鱼小姐在世的时候 特别爱吃 是啊 不过我很好奇 那个人会不会喜欢呢 谁 牧总 牧总 若鱼小姐 唐总 蜜小姐 快请坐 我们做了几套详尽的销售方案 而且现在有了姜芷希 这位大咖待人的加持 我相信 我们的销售额会更加可观 蜜小姐 看来你对姜芷希挺感兴趣的 对 我还挺喜欢她的 是 之前我们公司跟姜芷希 也是要有合作的 不过 被唐总抢先一波 那这样我们其实也算合作上了嘛 说明我们还是挺有缘分的 对 合作挺看缘分的 所以这一次能跟牧总合作 我们也觉得 这么一来 我们就可以开始选品了 是的 我刚发现 我跟蜜小姐 还有挺多共同点的 如果唐总肯割爱 我这样把蜜小姐挖走 我的未婚妻 是 今天就送到这里吧 蜜小姐 刚才的芥末茶酥怎么样 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个口味的东西 芥末的口感不会很呛 吃起来还是很酥脆的 好像各个口味都融合得很好 吃起来仿佛能感受到 甜品师的用心 你不是喜欢吃榴莲蛋糕吗 还是越臭越好那种 我就猜到蜜小姐肯定会喜欢 这份专门送给你的 可以带给你吃 谢谢 牧总 又吃又拿了怎么好意思啊 下次可以来万贸 我认识很多优秀的甜品师 还能做烧烤 那有人谈何做吃烧烤呢 唐总真是与众不同啊 对他传染 那我们先走了 唐总 慢走 我们下次见 你干吗 呛死了 我最不喜欢吃芥末了 你刚不是说喜欢吃吗 在人家公司也不能说 你就不喜欢吃吧 我去买水了啊 虚伪 好美啊 来 做话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 有什么可欠的 那我问一下 唐总你觉得我什么时候最美 不顶嘴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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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尚往来 我也采访你一下 我什么时候最帅啊 跟发奖金的时候 父亲 谢唐总 祝唐总早日成为世界首富 一分钱 请多耶 收回我的祝福 街道首富都比你大方空气 抱歉啊 本人从童年时期 就已经不只是街道首富了 唐总 江小姐和记者都准备好了 咱们过去吧 好 嗯 麻烦你一会儿准备一下 好 嗯 麻烦你一会儿准备一下 好 给唐总换杯不加奶的 好的 江小姐怎么知道 我是想着现在比较晚了 唐总喝不加奶的 方便你提神 你们可不要乱写啊 当然 当然 我们是不会乱写的 打手机 手机 放这里吧 他怎么知道我这个小习惯 谢谢 感谢二位采访内容就到这里了 辛苦二位也靠近点 我们拍几张图片素材 靠近点 好 笑一笑 你先去忙吧 好的 我能跟你拍张照片吗 当然可以 谢谢 蜜助理 能帮我跟唐总合张影吗 官宣代言后 我会在自己的微博上 追加一条我们的合影动态 相当于免费送一条热搜 叶小姐 宣传照已经整理好了 我们去挑选需要精绣的照片吧 来得正好 帮我们拍张照片吧 好的 带上我的未婚妻 让我宣传效果更好 好 好 叶小姐 我们可以去挑选照片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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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小姐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唐总是在跟我搭讪吗 你想多了 好 好 也许是我们前世有缘 让你觉得我很熟悉吧 江小姐真会开玩笑 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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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唐总会杯不加奶的 放这里吧 也许是我们前世有缘 让你觉得我很熟悉吧 你在冲杯苦脸什么呢 江芷熙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我确定之前从没和她有过任何交集 唐景香 你该不是看人家长得漂亮 气色新了吧 我是第一次见美女吗 我们似曾相识 这一看就是撩妹开场白啊 我是觉得 我不喜欢把私人物品放在公众区域上 这种小习惯她都知道 难道是巧合 说来也是 你这种怪病 是习惯 你这种习惯 确实不是人尽皆知的 我天天跟在你身边 我也没观察这么仔细 江小姐是不是会看星牌啊 我就不应该跟你讨论这个 万十万百万千万 咱们刚刚官宣 这个文案已经爆了 唐总眼光就是好 这代言人选得多棒啊 还要你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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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遇见你 什么意思 关心恋情吗 姐姐脱单了 韩雷祝福 如果命令没有缘分 那就由我制造缘分 喂 姐 你刚才发的那条微博被影响号挂出来了 他们说你在官宣恋情 姐 你快删掉重发吧 公关部给了新闻 我这就发给你 不用删 我自己处理 哎呀 太激动 忘记圈女 这姐 是 你们心吗 姐姐也到了可以交男朋友的年纪 我能理解的 欲盖你一张 多一个好戏 真是明星所向啊 蜜小姐 久等了 牧总马上就到 谢谢 我这无人问津的微博 今天怎么这么多私心啊 退出吧 蜜初下 你拿什么和人家纸心比 纸心比 不会真以为自己是灰姑娘吧 公主驾到 村姑善开 为什么我要是你 就把唐景星还给将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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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我 我今天是来拿那个 坐 哦 我今天是来拿那个第二批选品的稿 对不起啊 我今天 看来 今天的小甜品 我准备对了 听说吃甜品 可以治愈坏心情 也不知道准不准 吃都被你发现了 我刚刚是 那些消息 我看到了 你这么难过 一定是很爱唐井熊吧 难道 我爱上唐井熊了吗 那些消息 我看到了 你这么难过 一定是很爱唐井熊吧 难道 我爱上唐井熊了吗 当然了 毕竟她是我未婚夫嘛 我是不是入戏太深了 在自由媒体盛行的年代 迷人的一举一动 都会不不先放大 何况是姜子熊和唐井熊 这种在各自领域 都顶尖本存在的人物 其实我觉得难过 是因为 我觉得他们说的 并不是没有道理 毕竟跟他们比 我就是冲小鸭呀 不要看到别人再发光 就觉得自己悔暗 有些人你觉得很亮眼 是因为她本身就站在光里 而有的人亮眼 是因为她本身就是小太阳 只是她没发现罢了 就像你一样 对你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以后有什么困难 或者不方便说的话 你可以找我 我们现在是朋友了 对吗 嗯 谢谢牟总 那我就先回公司了 他们还在等我拿那个确认单 安排调货 好 我送你吧 不用了 我自己走就行 若鱼 神经把秘出现啊 带到我身边的忙 唐总 旗舰店第二批选品 已经确认好了 牧师那边在安排上线了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等一下 你过来 给你看一个这个 这是代言人官宣二十四小时内的销售额 里面有你的功劳 我准备年底给你奖金翻倍 怎么样 敢不敢动 谢谢唐总 没了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这个秘出现 抠门惊 拿了这么多钱都不说请我吃顿饭 我怎么会喜欢上那个臭屁的家伙 不可以不可以不喜欢 不许再挑了 你不得了 秘小姐 方便倩一面吗 江之喜 这是要逼供上位吗 我该怎么反对啊 江小姐 蜜小姐请坐吧 江小姐 你找我来是有什么事情吗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道歉 网上那些舆论 一定给你造成了不少影响吧 都怪我 都怪我没有管控好粉丝 这 这怎么能怪你呢 身在娱乐圈这么多年 已经习惯被人拿来编故事了 本来想着这些热度 能为万贸提高一些销售额 但没想到会被曲解成这样 甚至还连累了 你和唐景行之间的关系 对不起 网上那些消息 本来他们就前言不答后语啊 这个真的不能怪你 而且也没有影响到我 你千万别太自责了 谢谢你的理解 那你们之间的关系 没有受到影响吧 我 我们本来就不像其他情侣那样 会讨论这些 再加上因为最近销售额的事情 她也比较忙 所以没有时间 原来是这样 那刚才你对我戒备心这么满 是误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吧 那你们不常沟通 是不是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看来江小姐不仅动养生 还会看面相 不如我来当你的爱情军师吧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你有没有听说过那句话 要想走进一个人的心 就得先抓住他的胃 嗯 比如在他熬夜加班的时候 递上一杯热牛奶 是牛奶 怪不得这家伙一天都阴气沉沉的 喂 网上关于密出下的热搜 让公关部和法卧部都赶紧处理一下 造谣严重的直接律师喊 老板 工作一天了吧 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 终于意识到自己对我态度不好 算你有良心 白天对我爱搭不理的 现在也过了现阴棋 真的是有两副面孔 白天我是遇到了一点 影响心情的小事 现在好了 你觉得被人扒皮网暴诅咒是小事啊 你都知道了 你是我未婚妻 所以以后这些事情能不能不要忍着 即便我再忙也有时间处理你的事情 懂吗 那又不是你真正的我 我错了我错了 我下次不敢了 还想有下次 没有 没有 你怎 怎么了 米初夏 你里面放了什么呀 我什么也没放 这都是买回来的 难不成过期了 这是什么呀 奶豆腐 你想害死我呀 米初夏 我乳汤不耐受 唐定行 唐定行 我不知道你乳汤不耐受 我送你去医院吧 你先出去 不行 我得跟你同甘共苦 你先出去 你先出去 出去 老板 你闻到什么奇怪的味道没有 出去 你再去医院 我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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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断了 我 你不断了 我 你不断了 我 我 你不断了 请进 江小姐 我今天在这附近有活动 顺便上来看一下你 没打扰到你吧 没有 请坐 是有什么事吗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是生命了吗 没什么大事 没事就好 唐总有口福了 我正好带了暖胃汤 送你吧 最近活动时间不定 就总会带着鞋在身上 用来养胃的 不必 等等等等 快尝尝 你没有事啊 那我先走了 初夏 没事吧 没烫着吧 没事 蜜小姐刚才端的那碗黑乎乎的东西 不会是她自己做的吧 应该是专门给我做的暖胃粥 身为万贸未来的女主人 我以为蜜初夏是那种闲凉舒德性的女生 没想到 和这种女生生活在一起 应该每天都会有很多惊喜吧 优秀的女性本来就不该被捆绑在柴米油盐里面 没想到江小姐的私情 竟然这么保守 我只是觉得蜜小姐很可爱 那我提她谢谢你 我要开宫了 再见 我以为蜜小姐无小提的 我们这次是蜜小姐要为蜜小姐 如果把蜜的钭就与蜜瘦 我们这都不太聊了 我以为蜜小姐已经是蜜的 我以为蜜了 我以为蜜的异 是刚才无聊 你 你干吗 换衣服呀 不然叠着穿呀 那你也不能当着我的面脱衣服啊 就当给你的福利 你自己穿 秘书下 你这跟谁学的 手法这么纤熟 我是文秘专业的 你不是调查过我吗 唐总 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谁吃醋了 我就是好奇而已 唐总 有没有人说过 你真的很容易脸红啊 可爱 没大没小的 小鲜 你包着我的裤子傻笑什么啊 我 没有啊 那你愣着干吗 想给我穿裤子 我才没有呢 小祖宗服务里面没有这条 我走了 我才不是要看你那条拉比 想新的卡通内裤呢 你 我这一世英语 我这一世英语 不能再穿奶奶给我准备的卡通裤子了 头上 唐总 今天好帅呀 是呀 特别喜欢 哇 你看 他今天穿这个颜色特别帅 我的眼光不测吧 勉强可以给个好面 当然了 唐总和姜纸熙上了搜那会儿 可是圈子不少颜值粉呢 干吗 小祖总今天想去闻爱 总裁专属电梯马上就到了 绣什么爱啊 突然就想坐一回员工电梯 我最爱包的 我最爱包的 洗衣!!!!! 我ина徒 sets很小毒 他张 frå Robin 请您俩白衣洗 老公 人家的手手好痛痛啊 来 让我看看 原来是被老公 从人家的戒指割到了 好痛啊 这个不舒服吗 那过几天换几个新款 你换着袋 跪 老公背好了 谢谢老公 来 人家小女孩不就是喜欢聊八卦吗 至于吗 差点要把人家盯进去了 在当事人面前聊八卦 太不把我这个总裁放在眼里了 我这是在帮他们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 啊 抱歉 鞋根太高了 你为什么调查密初夏 如果我说是意外得知的话 你会信吗 长话短说 你都知道些什么 其实密初夏不是密家的亲生骨肉 所以他爸爸和奶奶才不待见他 你说的这些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就知道了 唐总 除了邮件里的资料我还查到 密初夏和密家没有任何人员关系 但密家一直保密 密小姐至今都不知道这个秘密 也要还是快卖 算是领养 密妈妈在密小姐五岁左右的时候 意外见到了走失的密小姐 但那个年代的训任系统并不发达 密妈妈没有找到密小姐的亲生父母 就把他带回家里直到今天 我知道了 唐总 还有什么事 密小姐身世不明 万一未来真相曝光 我们不能确定她的原生家庭 是否会对您和万茂有什么影响 您还要跟密小姐订婚吗 我不会让这样不好的事情发生的 你把这么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娶回家 你就不怕她亲生父母找上门 狮子大开口敲你一笔 初夏虽然没能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 但生育之恩不得不报 如果那天真的到来的话 我会尊重她的意见 适当地承担赡养的责任 原来大名鼎鼎的万茂总裁 也有被爱情冲昏头脑的一天 有件事情 我很好奇 什么 你 为什么一直揪着她无法 因为密初夏就是万茂潜在的定时炸弹 我不希望我刚代言的品牌随时会被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给毁了 你我心里都清楚 她没有那么大能力 更无心伤害万茂 这不是你针对她的真正原因 如果你不想坦白的话 我也没必要听你那么多借口 如果没别的事情 请回吧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想让你陪我一起过 大名鼎鼎的明星派对 也不差我一个吧 没有派对 只有你和我 抱歉 我很忙 既然你这么忙的话 那我就找密初夏来陪我过 顺便告诉她个秘密 如果她知道 连唯一爱她的妈都是假的的话 她一定要哭死 这顿饭之后 密初夏的身世 你就倒霉听过 没问题 谢谢 张小姐 看到热搜今天是您的生日 我代表本餐厅送上限量生日蛋糕作为礼物 祝您生日快乐 太客气了 其实我的生日礼物已经在了 快吃吧 一会儿就不是你生日了 不急 我们来日方厂 一会儿开车 今天打瓜 江智希唐晴依次恋情实锤 唐江夫妇酒店密会洒糖了 唐智希为江智希请生 万茂总裁唐智希出轨 樹梁 護衣 立不记 就是陪姜芷熙轻生吗 喂 唐总 您和姜芷熙被拍了 舆论风向时 您为姜芷熙轻生 临轻使锤 还有您出轨姜芷熙 立刻发文澄清 就说公事会面 唐总 之前您被传绯闻 从不回应 这次是因为设计代言人吗 与代言人无关 按我说的发 好的 这次我为什么这么着急 是因为万茂芽 怕舆论 还是因为 我爱上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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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上他 哇 可到真的了 我就知道这俩有事 外贸官宣江智熙代言的时候 就是吃他网友接受度呢 地下车库 深情相拥 这可是我姜姐出道以来 第一个绯闻对象 坐等官宣 唐景行和那个什么初夏 啥时候分手的 王尔基兰 有姜姐在 谁还在乎什么初夏深秋啊 搞笑 唐江夫妇给我锁死 我要去注册他俩的超货 还好没让他知道我暗恋他 不然真的成笑话了 喂 合约应该要提前结束了吧 好 睡得这么下 是不知道 还是我所谓 是 唐景行你要谋杀我 你不关心我 我怎么不关心你了 你没害我上热搜吗 你是第一次上热搜吗 这次不一样有图有证据是吧 你要跟我修恩爱是吗 我 我和他有什么可修的 那你的有事就是跟江芷熙搂搂搂搂 过生日 不是那样 那是那样的 是营销部倒闭了 还是法务部跑路了 他一个代言人需要你这个总裁 亲自修好 那是因为 如果他有事 如果他知道 连唯一疼爱他的妈都是假的的话 他一定要哭死了吧 因为我和他有点私需要他 暂时不能告诉你 我果然只是个外人 唐景行 如果你心疼他等久 我可以提前结束合约的 你出现了 你是不是早就想结束了 唐景行是你三天两头都害我被网报 如果这个合约就这样的话 错废算了 你别跟着我 你干嘛呀 我也有一些情绪需要整理 不过你放心 我会等到你找到接替我的人为止 我 正常男生遇到女朋友生气都是怎么哄的呀 万一我说错什么话 我俩是不是就彻底没可能了 算了 就让我们都冷静一下吧 密初夏你混得太惨了 初恋与渣男 安脸被截胡 现在失恋了 连个能说说话的人都没有 你好 房间开好了 初夏 慕总 你怎么在这儿 我刚在楼上见了一位客户 哦 和唐景行吵架了 没有 一点小矛盾 需要戒酒消愁吗 免费附送听众一个了 这么晚了 会不会影响你休息啊 没事的 我忙起来 可别这晚多了 嗯 走 我来吧 走 怎么就只有一瓶酒啊 我还想今天大醉一场呢 好歹我也是个男人 你也太放心了吧 我还是很相信 慕总的眼光跟人品的 不要轻易相信 和你独处也是男人的人品 不过 我的确可以出外 至于眼光嘛 你怎么知道 你不在我的审美区间呢 对于你们这些生活在金字塔顶端的人来说 身边就应该是姜芷希那样的大腕 怎么可能会看得上我这种丑小鸭呢 你才不是丑小鸭 说不定是遗落的天鹅 如果执着一个方向 让你感到痛苦 不如回头看看 说不定某个角落 有一个随时等待你转身的人 转身 什么也没有啊 这酒怎么喝不醉呢 算了不喝了 反正某个人也说他不在的时候 我不能喝酒 那很晚啊 我先走了出嫁 嗯 我也该睡觉了 明天还得上班呢 全勤奖 奖金不上 嘿嘿 晚安 出嫁 谢谢你啊沐总 晚安 记得 要学会转身哦 可是 我又怎么舍得转身呢 三天前 江智希和唐景星深夜密会被拍 万贸第一时间做出澄清 而江智希方面至今没有动作 网友猜测 唐景星劈腿被骂 而江智希伤气欲绝 不愿配合唐景星欺骗粉丝 所以才迟迟没有澄清 今早 唐江CP话题 再次登顶这艘榜第一 抄话内不少粉丝推测 唐景星当初和秘书下订婚 纯属商业原因 唐景星和江智希 才是相见贺晚的真爱 而唐秘订婚之后 却一直没有传出正式结婚的消息 以侧面证实了粉丝的这一猜测 这么能坏下 怎么不当编剧呢 这一位江智希 迟迟不肯配合咱们扯亲 虽然舆论对您和旺茂都很不友好 还联系不上他经纪人士吗 是 他们以家旅行在封闭拍戏 不能分心为友 一直拒绝和我们沟通 原本约好来公司拍新品平面的 也被他们推迟了 这些人到底在搞什么 我也很费劲 令爱绯闻对一个偶像艺人来说 是致命打击 这事都闹了这么大 他们居然当作无视反省 继续联系 也让公关公司出面压一下 好的 对不起 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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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出家 我已经通知酒店增加安保了 这些天你就别出去了 他们怎么知道我在哪儿啊 一看就是心里扭曲的私生犯 他们知道你的信息 想要查到你在哪儿 对他们来说太轻松了 可是相比江芷熙 怎么说我也是他正式官宣的未婚妻 怎么我会变成那个被口诛笔法 破坏爱情童话的第三者啊 唐景雄怎么回事啊 让你成为了这个事件的受害者 要不 让我的公关团队 在背后运作一下 不不不 还是先别打扰他 他应该也挺乱的 我 穆总 我有点儿累了 好 那你休息我 等一下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 嗯 他确实没有三心二意 因为 我根本没在他心里 你出现人呢 哦 他刚才请假了 说有点私事要处理 他请假时 状态怎么样 挺好的呀 而且把工作都对接得很清楚详细 那就好 就这样 你躲够了 我是来恭喜唐总的 恭喜 咱们俩被拍之后 网店的货已经被卖空了 门店也是人满为患 这难道不值得恭喜吗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配合成情 万贸的销售额大幅度提升 而我闭关拍戏期间 还能霸占热搜 咱们俩双赢 我干嘛要成情啊 让热度再飞一会儿不好吗 万贸不靠飞温 我的销售额照样业内领先 你那几千万粉丝杜撞故事 我报他人 已经严重影响到 我和我的家人正常生活了 你难道不应该出面说明真相吗 家人 你说秘初夏吗 身为万贸未来的老板娘 为了万贸的热度 这点牺牲都做不了吗 那我以万贸总裁的身份告诉你 万贸不需要这样的热度 请你尽快配合成情 我要拍戏了 再见 喂 喂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一位 我吃了我吃了一的热度 哦 101 008 007 009 0010 007 007 005 007 007 005 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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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7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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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李 林宗哲你 我睡了一觉了 把熬带夜应该都补回来了 来 吃点 不太合胃口 本来我想给你带驴烟蛋糕的 但是你喜欢那家 多卖空了 不 不是 我应该是睡多了 我也不是很饿 我看他俩的热搜 生生将将 估计万贸公关的 也比较费力 唐锦馨他还没联系你吗 武侠顾及我吧 我和姜芷熙除了被药的工作接触外 没有任何多余交集 那些照片也没有过分清 但每条培纹都在过渡炫烈烈焰范围 这些CP粉的扩张速度也太快了 总感觉有什么信息被我错过了 到底哪个环节有问题 等等 给唐总换杯不加奶的 放这里吧 自教身价带颜万贸 又对我的个人习惯了如指掌 连续两次放任何我的恋情绯闻 江芷熙的目标不是秘出相 而是我 喂 帮我拆一下江芷熙 舆论公关的怎么样了 公关效果散不明显 虽然我们每一次澄清都是第一时间 但是网友仍然意隐 你和江芷熙搞地下恋 澄清只是为了保护江芷熙的诞生人设 这些人执着的太古怪了 唐总 还有一件事 是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早上 唐总您别急 老板娘没受伤 出事的时候牧总也在 他现在已经叫酒店加强安保了 牧总 牧怀锦也在 是的 现在老板娘那边 我已经派人盯着了 如果您现在出去的话 被外面的黑粉看到 他们又该做文章 来黑老板娘了 我知道了 你继续留意舆论动向 尤其是抹黑和公鸡出下的那些人 做好举重交给法务部处理 感动我唐景行的女人 我要让她们知道什么叫做后悔 好 我知道了 是 等我把这些迫事处理好就去牵他 要不然这个小祖宗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我说再多 她也不会相信 和江芷熙解约的事 已经在走流程了 鉴于对艺人和公司 双方的形象考虑 我建议先不要曝光 等风头冷却下来 我们再官宣 就要你说的办法 江芷熙发微博了 大家好 我是江芷熙 在此 就本人与万茂总裁 唐锦熙先生绯闻事件 正式做出澄清 我与唐锦熙先生 只是商业合作伙伴 并无网络上所写的亲密关系 近日网络流传的 江芷熙与唐锦熙密恋 庆生 江芷熙疑似怀孕 和网报秘初夏女士的舆论导向 均由本人幕后操作 目的是为了接近唐锦熙先生 达到自己难以言说的目的 特此向唐锦熙先生 与密初夏女士表示抱歉 今日起 我会退出娱乐圈 回归个人生活 最后一次占用公众资源 抱歉 祝好 公关团队给的文案不是这样的 那份文案我看过 他分明可以把自己撇干净了 这 他是为什么呀 也许这是他最安心的选择吧 唐总 您这是要干吗去啊 我现在可以去找密初夏了 等一下 现在外面埋伏的全是狗仔 您就这样出去 也太高调了吧 果然 与我男朋友穿水 这件归我了 公司旗下品牌 随他跳 唐总 我说话 焦烈 这些都比较有姐 好 什么 怎么说 这些东西 突如其来 红张拥抱 不负水土都感觉不悔妙 不过时间供我自告 没能跳到肃胆也只能照 唐靖贤 许约吧 改成终身证 我约你 快快快 她在那儿 快快快 她在那儿 在你眼里 我又见过你名 脆弱时候告诉我爱不担心 唐靖贤 和你在一起 每天都要这么惊险刺激吗 还要更刺激的 看 萤火熟悉溜的风景 渲染的海藏存的光芸 过来 你干吗 你凶我 有黑暗中心 萤火森林城 为众世之地 从在这时时 结的我难逆风陵 结婚的时候 或准备鸽子弹 成为你瞳孔里 准备最迷 你不是说结婚的时候 娶的一定不是我吗 好 或者结婚时 结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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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定不是我吗 好看 蓝碗 才发现离开你 是在逃避秋围的光明 未如磷或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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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如磷或枝